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这个另一方面呢 更有人要问的是 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 有没有可能影响 会不会有所改变 如果呢 以美国相当成熟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 不改变 选举照常举行的话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起事件 紧接着会引发对选情的什么样的影响 好比这次的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 这或许不是他真正这个职务上应该要执行的 要尊重各州州长 但是他的态度 他的拒绝戴口罩 他的追随者 他的官员 也受到影响不戴口罩的情况之下 对比于拜登苦口婆心 希望大家能够戴口罩 这两种影响 会不会也影响了整个选举情势的发展 我们今天都要来好好地讨论一下 那么另一方面还要带你来看 是中国是不是有自己的十月考验呢 特别是这个对习近平来说 如何在十月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当中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跟他的实力 当然是一个最大的课题 那么除了说这个 他该如何展现他的大权在握 除了最近不断地对台湾来进行挑衅 还有大动作的在香港 新疆 蒙古 进行的相当高压的维稳行动之外 还会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地来关注 还有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是喊出 即便是美国打压之下 他们要自己来制造晶片 但是现在会不会却明成一种 整个中国式的骗局 我们要来关心 为什么晶片大基金 现在几乎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烂尾楼 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今天好好的分析研究 现在介绍以后来宾选的介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 刘兆豪先生 大家好 曾经学教授范次平老师 慧敏好 大家好 国民党前立法委员罗淑雷 慧敏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讯媒体黄壮夏 深深不息环农成胜 好 再来介绍是前雄三的总工程师张晨 大家好 还有财经专家杨慧珍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我们带你来关心川普其他的行径 他对武汉肺炎他的绝招放大绝 就是骂中国 在这样一连串的步骤之下 而川普也在今天确诊 当然他并不是全世界的元首当中第一个确诊的 但是引发的震荡却是相当的大 特别是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要进行 台湾时间的下午12点54分 川普在推特上丢出了他的震撼蛋 他说今晚Tonight 他的太太跟他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这个确诊阳性了 他说我们会开始隔离 并且开始进行我们的复原的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序 我们会这个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我们会通过这一关的 这是他确诊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很快的 道雄立刻跌了多少 500点 那么财经方面的影响 当然今天也要来了解一下 那另一方面美国专家比较担心的是 他的年龄跟他的宿级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宿级 这个年龄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最大 当然相信以他美国权力之大 相信最好的医疗资源都会用在他跟他的夫人身上 我们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在台湾的立法院收到了这个消息 大概有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反应跟判断 我想这个是大家今天中午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因为我们透过推特透过新闻里面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夫人已经确定是确诊阳性 现在正在隔离当中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美国总统 他们总统跟夫人快来康复 但是后续的影响 包括说十五号他们即将进行的第二场的总统辩论 要不要如期的进行 我想大家也会再讨论 也包括说这个川普 他现在其实包括那天在辩论当中 或他所经过的这样的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这些人要不要去隔离 特别是拜登 他现在如何去做处理 这个我相信大家也会去 美国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当然从政治上的影响 我们也去可以分析 支持川普的人 当然会讲会会觉得同仇敌愕 难免说他支持川普 那川普因为武汉肺炎 然后现在必须被隔离当中 我想你会激起那种情感上的 可能也许会对中国 或对更加仇视中国 我相信这难免 也会去同情川普 而且如果这个COVID-19 真的原本是要做生化武器的话 他真的直接攻进白攻了 对对我觉得这就是说 让支持川普的人 或本来就比较倾向 认为说这个病毒是跟中国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这样的人 我想这件事情会在情感上 会刺激他们 当然如果刺激了这个选票的效应 会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说要分两个层面来看 另外一个就是原本他就不喜欢川普 或认为川普做得不好的人 那他会讲说 你看你防疫就是做得不好 你不该戴口罩 你又不戴口罩 你看连你自己都得了 会加深大家会认为他防疫不利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派其实都从政治上的分析 也许都可能会去发生 不过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也是台湾 今天的中午时间才开始揭露出来 那后续的效应 因为这离总统投票的时间差很近 一个多月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刚好差不多一个月 十一月三号 所以这个后续的 他在去如何发酵 我们还有在观察 但是川普他也在透过网路 他们也说明了 就是说他虽然现在隔离当中 但是他仍然会去执行他总统的职务 我想他也告诉大家说 他虽然在隔离当中 他大家联为不乱 他现在还是美国总统 他会继续执行他的职务 其实就是各国的元首总统 或者是首相 因为确诊这件事情 川普其实不是第一个人 在几个月前 包括英国的首相强森 他也曾经确诊 而且强森也是三高族群 他说他差点死了 过火回来了 确诊之后 他后来现在也是康复 但是也因为他这个过程 英国人戴口罩 那个时候大家 他觉得说连强森都会得 强森一开始 大家也知道他的态度会比 相对来讲 他也认为说应该还是维持 正常的生活等等 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看 会给美国来一个很大的冲击 除了美国里面的反应之外 其实我们看中国也对这件事情 反应也蛮激烈的 大家如果看这个事情 公布在微博的热搜的排行榜里面 就这事情公布以后 不到很快的时间里面 就搜索关于川普 这个确诊有关的事情 马上跳上来 他第一名总共很短的时间里面 他就有一千万次以上的搜寻 所以显然就是说 美国人其实 中国人其实也非常注意这件事 注重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了 就是无论你喜不喜欢川普 无论你支持他 但是现在的状况 他总是一个病人 现在状况 所以我们祝福他 要祝福他 但是你看到背底下的留言里面 还有很多人 有蛮多那种充满了幸灾热祸 甚至很情绪性的发言等等 甚至有点写 都连普天同庆 什么等等都会写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理性的行为 现在美中之间的气氛有多 那个对不对 对啊 就是说从美中的气氛 但我们还是不乐见这样的状况 因为面对病毒 他不会分平民还是贵族 面对有人不幸得到这样的一个症状 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好 这个真的是美国打喷嚏 全世界都要感冒了 这个马上变成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到底会不会对政治上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总统是美国的三军统帅 生病的严重程度会冲击经济地缘政治 以及最观察的重点是川普本人是否丧失行动力 所以地缘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总裁 他就说了 他说如果川普确诊隔离在白宫 继续掌管政府 继续疯狂地发推特 那我想这对市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好 这时候已经有人说 哇 那依据美国宪法第25条的修正案 川普恐怕要把权力移交给副总统 那当然他自身状况恢复健康之后 就可以收回权力 那么如果真的还有意外的状况的话 就是由众议会的议长来接手 我想请问一下范世平老师 您政治悬电了这么久 大概也很惊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找到解药的话 或许武汉肺炎它就是一种 一种流行病 但现在还没有解药 也还没有疫苗 那川普就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总统辩论的时候 拜登才说 你不是说打了那个漂白水就好了吗 好了 这一下子他得COVID-19了 对 美国总统选举一项有所谓的十月惊奇 现在不只是惊奇了 现在变惊讶了 惊吓 现在是惊吓了 因为我们知道昨天才是 十月一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然后川普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武汉肺炎 这什么影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绝对是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其实打这场选战 我认为他的老师有两个 一个是蔡英文 一个是韩国人 蔡英文就是反中 蔡英文今年在一月十一号能够达817万票 是因为他反对中国 然后保护台湾 川普打的也是这个方式啊 他就是跟这个 你看他跟拜登在那个辩论的时候 打的是我怎么 谁比谁反对中国 他觉得他对反中 他说拜登的儿子跟中国有关系 有这个经济上的往来 第二个就是要怎么样凝聚基本教育派 巩固老男男 这个就是韩国瑜的做法 所以你看川普他到哪里去造势 他基本到那个机场 其实是很空旷的地方 人都非常多 为什么他第一个找的是 他其实他上次当选也是老老男男 老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蓝就是蓝理阶级 蓝就是男性 还有或者是老蓝白 有的时候是还有就是这个白种人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他现在这个这个做法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 双方面不管是这个川普 或者拜登的支持者会更加凝聚 就看谁的凝聚力强 那我们看到川普的 他的支持者凝聚力是很强的 黏着度非常高 跟韩粉一样 到哪里去都跟着他 现在当然是同仇敌 刚才刘少尾言讲的很重要 他会让说今天中国制造这个病毒 搞得美国总统都染病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总统 他大概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 他如果都中标了 那表示中国这个武汉肺炎 的确对美国来讲 就不只是一般民众受到感染 造成大量的死亡 美国现在应该还是全世界染病最多的 现在连总统都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国安的问题 所以当然我觉得川普会利用这一点 加强整个这个 他这个支持者对中国的愤慨 然后更加的凝聚 而且我觉得他14天之后 他隔离完之后 他利用一个这个战胜 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姿态 英雄的姿态 重新出来 所以到时候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光景了 就是我化悲愤为 化这个 大家化悲愤为力量 你看我川普这个强人 他强人是强人之居 我们怎么样 我战胜了 那你这个 但是最后我觉得他要营造这个整个 美国社会对中国更加的愤怒 达到一个最高点点 然后到1月11号投票 到11月3号投票 就他的目标 所以你来观察 搞不好这个10月惊奇里面 其实每一步都有可能让川普化险为意 再创高峰 除此之外 我觉得我在军事上 极有可能在南海跟中国来场 小规模的冲突较量 就是用一方面是增加这个民众 对中国的愤怒 一方面在军事上 他跟中国较量 然后他要更加的把这个反中的情绪 达到最高顶峰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距离投票 只是一个月时间 他生这个病 整个选举的主軸跑到他那边去了 对不对 整个拜登没有人管他了 全部都在川普身上 然后他每天都给你发文 他就通过他最厉害 他就推特来主导整个议论的走向 当然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未必对他不利 未必不利 我觉得美国选举 你去看就是说 你去看那个 当然纸牌物这部电影 这部电视剧 大家很多人看完 是有点夸张 但是你去看美国在操作 这个政治方面 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 他在关键的时候 他一定要做一个关键的决定 而且他会影响到一个关键的选择 我想请教你 如果在美国总统 就是说罹患的这种流行病 他在美国应该致死率 也不是低的 通常正常的宣布程序是怎么样 通常如果这个东西 总统 大家看总统是不是 他自己能够 还不能够处理这个证证物 如果他真的没办法 每天躺在床上 甚至要带呼吸器 那可能就必须要由副总统来代理 看起来川普是认为 但他自己认为他没有问题 但是要看就是说 他的医生怎么认为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致死率很高 而且川普的确是高危险群 而且我就想 如果拜登跟川普两个人 那天口水喷来喷去 我是很高度担心 拜登赶快去做检查 真的很恐怖 两个人那个 哇骂彼此骂那么近 那个真的飞沫传染 所以我觉得他们 还有那个主持人 也是高危险群 三个人往上去做检查 没错 大家所关切的也是 两天前同然没有戴口罩 拜登遭受川普的口水洗礼 有没有 两个人喷来喷去 包括主持人 你说加起来两百七十几岁 两百二十三 两百二十三很难心嘛 而且台湾的民医 国内的感染专家就说了 这个不断朝着拜登的方向 激动发言 飞沫感染几率高 接下来五到七天潜伏期 拜登要格外注意 虽然武汉肺炎 飞沫残染距离是两公尺 但是他说以川普讲话 格外激动 中气十足 飞沫有可能一喷就喷到哪里 四五公尺远 创下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是这样 对美国来讲 这个十月惊吓 才是拉开序幕 后面的变化 你很难讲 不过先回来的时候 医生呢 白宫医生有正式的出来 发一个正式的声明 而这声明里面呢 正常是说确认 他的是positive 他是确实是阳性 后面说会在白宫 其实他们就住在白宫嘛 还梅兰尼亚 会在白宫里面 隔离 然后治疗 然后接下来后面 特别是下面一大段 就是说 川普还能够继续办公 然后你看川普 其实也很清楚知道 因为美国总统能不能试事 是不是要副总统 或下面的人来接 这个是很关键 所以川普自己发推特 就证明一件 他是向美国选民 证明一件事情 我还能够处理所有的公务 所以川普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有没有 那个前彭斯的去接班 或什么 大概目前都不存在这问题 当然后面要看 这个治疗的过程 叫发病的过程 那当然 现在这个状况是 对美国来讲 其实每一步都是两面认 你说那个民主党那边 如果开始猛去攻击川普 搞不好会有反作用力 另外一个状况是说 他会对全世界 因为他不是一个总统而已 他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 最有权力的总统 所以他会造成很多影响 所以股票 立刻就马上的 倒穷跌了五百点 接下来到了 那个整个收盘会多少 我们还不知道 然后再过来 全世界的经济情况 军事情况 恐怕都会变成是 非常的敏感 我要讲敏感是说 不见得 因为有时候会克制 那如果还有过头的人 会不会 我展览听一点 现在全世界火气最大 最有权力的人 应该叫做川普 他在白头里面 越看那些新报道 越看那些情资 搞不好越火大 所以这个东西 也可能他的火气 会找一个地方发泄 然后当然是什么 他这个 在辩论里面 在那个联合国 讲了12次的 穿到bias 对不对 所以中国其实 像那些网民 是不适当的 是不治的 然后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以川普的 执政团队来讲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克拉夫特 他特别在那个 联合国讲 特别在他推特讲 整个事情是 当你联合国 和相关组织 没有了台湾 是自欺欺人 所以在台湾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要非常敏感的 去处理所有过程 可是从他执政团队来讲 那个克拉夫特 特别举的例子是什么 就是因为台湾的疫情 台湾的防疫的人力 没有让这个联合国里面 大家去学习 所以今天这件事情 是不是就更强化了 台湾太重要 如果联合国相关组织 没有台湾 就是自欺欺人 所以这样 而且第一时间 台湾就是有特别问到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看起来 都是要做到 这个隔离病房里面的 是不是要特别 小心这个讯息 是不是为人传人 是不是要隔离 特拉夫特 特别还在他的推特里面 在那个前天的发言里面 特别提起来 那如果请中国公布了这件事情 其实全世界都 少掉了95以上的人 不会受到口感染 这是美国的 麦卡尔的 麦卡尔的 那个其中报告的说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要负起这个责任 至少从美国现在 执政的团队来讲 他们这个情绪会更高 然后当台湾这边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过程中 也不能大张旗鼓 但是我们也要 适时的表现出 我们是这全世界 可信赖的力量 和稳定的力量 而且绝对不是一个 麻烦制造者 而习近平呢 现在像蜜欢一样 到处在战斗 我很担心 中南海会触入了白宫 华盛顿 好 所以其实你有一个 伏笔在那边 接下来川普在家里 白宫治病 会不会火气越来越大 这个生气会不会 找一个出口 是要特别谨慎小心的 现在都要大家高度自治 到底美国总统 因为这个COVID-19 确诊之后 会对全世界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 卉政你第一时间 其实就是有特别注意到 这个相关国家 开始进行舆情收集了 对不对 他们现在多有趣 我一直到现在还在看 拜登到目前为止 对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评论 拜登还在shock当中 他想说川普这次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差不多跟 这个选前 陈日敏总统 没错 两颗子弹 其实连站阵营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 做任何回应 完全没有办法回应 现在恐怕拜登也是这样 对他完全没有办法 而且包括那个 他们的副总统 就是那个贺锦丽 到目前为止 他的推特上 对这件事情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声明 他们有一点不知道说 感觉上整个局 好像有点被川普给主导了 他们因为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竞争对手生病了 你如果发出任何的负面东西 当然人家会觉得 你这个时间点 你怎么可以讲重话 他是我们美国的 你总不能说 叫你戴口罩 你又不戴口罩 不行吧 反作用力会回来 这种事情 在那个网民里面 现在确实是发生 因为很多就是 民主党的支持的网友 就跑到川普那边去洗版 觉得意思 你看吧 然后或者是说 就说 我们现在一般人发生事情 终于发生在你身上 然后就会有川普的支持者 就在那个推特上 就反击这些人说 你们有没有人性 他是我们美国总统 你们有没有人性 你们怎么可以 在这个时间点还这样 所以这个时间点 变成是民主党的 拜登 他没有办法 针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比较 第一时间点 还不知道要用 怎么样的方式 来回应这个议题 所以目前为止 他没有回应 可是大家还记得 在辩论会那一天 那一天川普是怎么说 川普不说 我有口罩啊 我只是必要的时候还戴 还指着拜登说 不像他永远在戴 我们两个现在隔了 两百公尺那么远 我还是一样 可以看到戴一个这么大的黑的口罩 戴着我以前 史上看过最大的口罩 那这些画面 你知道大家心里想说 不到一个礼拜 所以这件事情 就变成是民主党很难回应 可是我觉得 要观察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在强森 英国首相 强森在还没有得 武汉肺炎之前 他其实是还蛮亲中的 从哪一件事情看到 华为 他们当时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英国政府还宣布说 我们认为华为这个东西安全是没有余虑的 所以我们整个英国还是同意继续在5G的设备上采用华为 但是限额是不可以超过35% 结果自从强森得到之后 发生什么事 整个大转变 英国开始进华为 他们开始强森出来付出主持的记者会 开始他就讲了一句话 华为是潜在敌对国家的供应商 后来他们的那个新任的那个军情局第五处的那个处长 也跳出来说华为这东西之前的军情局 完全低估了华为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影响性 所以后来在七月份英国就决定说 华为在那个英国的5G这边完全剔除 完全不准使用 甚至在3G 4G设备上 也说如果有华为东西全部都要拆掉 所以一场武汉肺炎 让强身体验到说 原来中国可能真的是我们潜在敌对国家 那如果连一个本来是亲中的英国 都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何况是美国 何况是川普 川普本身就已经是很明确的 把这个变成是武汉肺炎病毒 是中国病毒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讨论 现在因为川普说我还是可以继续试试吗 我没有那个权力上的问题 可是假设川普真的就是 以后病情的转变 然后有一些变动的话 中国不要太高兴 彭斯只会比川普更强硬 那个第三名 那个培洛西 他更是虽然他是民主党的 但不要忘记 当时那个在1990年代 去到第一个跑到那个 中国那个TNM事件 去抗议的 其实培洛西他就有去 所以在那个人权的立场上 培洛西的一个立场是更坚定 所以不管是第二身位 或第三顺位 彭斯然后培洛西 只会对中国这边的态度 只会越来越强硬 所以中国千万也不要觉得 欧信在这 或说哇 像有人跑到我的粉丝 你现在隔空跟中国网友喊话就对了 你知道吗 像我在我的粉丝专业 我就有贴这个新闻 我就说十月旌旗 川普确诊 就有小粉红跑来 就是跟你在那边讲我 说那你看吧 你们现在怎么办 你们赶快清中吧 你赶快先来田中吧 就会在我 连我这样子 只是小咖 他也要来来来这边凑合 你就知道说 中国真的不要在那边 这个时候煽风点火 因为你只会更触怒 更凝聚 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 仇中的意识 好仇中的意识 如果是可能就是 接下来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话 选情变热 对谁的选情比较有帮助 现在就要看 应该没有 应该至少停掉两个礼拜了 对 我觉得其实分享有可能 像刚刚范老师讲 反而不会多热是吧 不是十月七号 目前看川普的状况 绝对不能举行 十月十五号 应该也会延期 或取消 不知道 其实如果说川普真的就是用我战胜病毒的支支出来的话 我觉得那个风向真的就会转 他真的就会 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次的那个辩论出来结束之后 CBS跟CNN做出来的民调都是拜登比较好 大概六个百分点到八个百分点 因为拜登就是 因为大家被他期望值可能只有十分 就没想到他至少有个五十分 所以大家都觉得拜登表现的不错 川普在上次的选举也是打的逆转胜 是是 这次十月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真的很值得关注 不过在第一场辩论会当中 确实针对这个口罩的话题 是他们交锋的一个状况 这个拜登就说呢 川普处理疫情不当 川普就说呢 如果是拜登当总统 美国会死两百万人 而不是二十万人 还说拜登随时都在戴口罩 拜登就说了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就能避免数十万人死亡 那他就说呢 必要的时候会戴 但是呢 疫苗才是最重要的防疫方法 显然在疫苗还没有变成 最重要的防疫方法 还无法变成最重要的防疫方法之前 其实该怎么做 我想选民心里是有一把尺的 但不论如何针对口罩的交锋 川普就说拜登是政治操弄 这是什么时间 时间点发生的事 这是今年的八月十五 拜登呼吁所有州长下令民众 在接下来三个月内 外出要戴口罩 延缓疫情的传播 那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直接说 拜登在玩弄政治手段 他说戴不戴口罩是美国人的自由 每一个地区疫情不同 他相信州长的智慧 然后到底疫情到底谁该负责呢 川普一下全部就是都说都是中国的错 拜登说你什么都没有做 这是九月底的时候 然后今天发生了确诊了 有一位年轻的名嘴 他这么说的 美国恐怕跟中国断交 我们现在有几个研判 有人研判说现在可能 范老师是说南海的歧视可能比较紧张 创下是说要找一个出口 然后您是 慧珍你是说 他可能搞不好因为这场武汉肺炎疫情 会更凝聚民主党跟共和党反共的决心 反中仇中的决心 那九明嘴你知道这些时候会断交 罗伟员你怎么研判 那个武汉肺炎 美国有七百七百七百五十万人切诊 那死掉二十几万人 其实在整个那个美国 美国的内部里面 那个仇中的意识很高 那为什么有七百多万人切诊 二十一万人死亡 就证明一点是说 那个川普根本对整个的疫情的控制 他没有办法 所以也就是说川普他的那个民调 下降的原因 那他现在他自己确诊了 那会不会造成很多人会觉得是说 那个那你是不是因为你的防疫不好 连你自己都有问题 那为什么说这一路走来 本来是川普他是现任总统 他在各方面的话 他应该是有他的优势 他应该会比拜登有更大的优势 那为什么他很多民调 他都输给那个输给拜登 其实很多人研判就说 因为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疫情 川普没有办法控制好 那川普让了整个整个美国里面 人心惶惶 那你现在你看看 川普他现在他确诊了以后 整个股票马上下跌 期货都跌 你期货也跌了 跌了五百多点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说美国 这几天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假如说美国的股市持续下跌 持续的那个的话 会使得美国的一些所谓的中间的中间的比较那个有有有知识的或比较有人会反而对拜那个川普更加不信任嘛 假如只是靠着你那一群你那群所谓的很坚强的支持者你会不会当选你根本不可能当选嘛 那个那个你还要去有一些经济经济选民或你有一些中间选民来支持你你才会当选嘛 那我那本来大家在看说那川普很会讲话 他很会表演 他很会操纵舆论 那是不是在辩论会以后 那川普会会不会说更加的那个支持率提高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没有嘛 当然大家说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是说辩论会取消 那所有所有的那个活动取消 那假如所有的活动取消 那是不是整个媒体的曝光度会不会都是在川普 那那个那个拜登就没有了 那当然有人讲说网络声望可以决定说选举的选举的胜负 可是我不认为说你这样的 因为你现在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嘛 那那你你现在假如说在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那反而大家看到说川普更无能 更更那个连自己都确诊了 那你还怎么治你这个国家 来总统曾经怎么观察 会不会真的很紧张 我抛开所有政治的观点 我谈谈科技的观点好了 为什么要谈科技的观点 我们台湾防疫是成功的 他成功的点在哪边 其实我们经过SARS的时候 我们养成两个好习惯 就真的有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会戴口罩 我们会勤洗手 可是这个戴口罩这件事情 在白人的世界里面 可是可严重的一件事 他代表两件事 如果我戴口罩 第一个我是弱者 譬如病人就是弱者 我不要传染给别人 我是弱者 第二个 第二个情绪是什么 第二个情绪是 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为什么讲这么保守 在看美国的西方的剧里面 戴他们他们口罩 他们面罩戴的比较上面 所有戴面罩的人 是不是都是坏人居多 可能只有蝙蝠侠是好的 坏人居多 所以在西方的他们文化里面 戴口罩 不是我是弱者 就是我不受欢迎的人 那所以 对 你刚才 惠民刚才提到说 英国首相不是也确诊吗 确诊之后 后来英国人戴口罩比例增加 上个月才上个月 德国发生大游行 抗议政府要求民众戴口罩 也就是对白总人来讲 戴口罩是一个很 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可是对我们台湾的亚洲人来讲 戴口罩其实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们去看捷云到很多地方 都有戴着口罩 所以我想称赞我们台湾防疫的成功 就是我们戴口罩这件事情 我们的配合度真的很高 所以川普此时应该想一想 以他这种强人之之 如果他这种强人都愿意戴口罩的话 相信很多他的知识者 也跟着愿意戴口罩 是不是会更有效 又更便宜的阻绝了病毒发生 感染的可能性 对不对 这一点其实科技上 有另外一种口罩 我叫做主动防疫口罩 就是他既然口罩上面是戴正殿 如果那个正殿可以出去 可以把病毒直接消灭掉 那会更好 其实这种口罩现在也研发中 快出来了 真的吗 我们希望有好消息出来 广告之后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 一首拿一只五星旗 金髮女子露出小蠻腰 背景还特地选台北101 祝祖国七十一生生日快乐 我为你自豪 你爱你们哟 站在台湾土地上 却称中国十一国庆是祖国生日 这段影片还被中国网站地霸转发 写下台媒在台湾台北101大楼下 祝大家国庆快乐 弯弯会不会玻璃心 底下中国网友留言 说着女子人美三观正 这妹子真好看 来祖国吧 会有你发展的机会 其实这名女子确实是台湾人 曾在知名直播平台当直播主 翻唱当红歌曲 看得出来想闯心路 企图心强 我在贵州 天气超级好的出太阳了 早亮点 甚至在中国贵州 都有饮料店印上她的照片 而像中国书成的还有她 登上央视国庆音乐会演唱龙的传人 胸前还别着一条龙 她是韩团Wanna1 前台籍成员赖冠林 曾多次表示自己来自中国台湾 赖冠林和婷婷共通点 都是让台湾人直呼她哪位 有一些比较非主流的 或者是在台湾已经没有市场的艺人 然后被迫都要做更肉麻的表态 然后来博取一席之地 这都不是一个健康跟一个 有文明的大国应该有的现象 渴望美光灯的演艺人员 用头尘换舞台 恐怕只会有更多案例 成为中国统战样板 这个新闻一传出来之后也蛮有趣的 我们总是说小粉红是中国心 这个片子一出来之后 小粉红说我们的弯弯应该也玻璃心碎一地了 弯弯就是指我们台湾人 再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有民进党立委是不是玻璃心碎一地 举五星期宣传的话 要罚五案 要来修法了 怎么个修法呢 这是国家安全法 增定第二条之三 以及第五条之三条文草案 草案中明定 人民不得为中港澳境外敌对势力 或者是派遣之人 进行违反国家认同 或配合统战工作的宣传行为 否则接枪除以一万以上 十万以下的罚款 还有末入其宣传物品 可能就是末入他的五星期 这个民进党丢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这是民进党立委 这个王定宇提出来的 陈云珍直接讲 那你干脆修法定义 对岸是敌国好了 刘委员 我想对岸确实对我们是有敌意 这个敌意其实不用去法律做规定 我相信大家从最近中国三不五十的 用共居绕台 绕台就可以看出 其实他们时时刻刻 不会忘记用武力 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里面 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敌意 这就算法律没有规定 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楚 这一件事情 那至于我们有立法院的同仁要提出 不能在台湾 你不能用五星期或其他的方法来为 我们在境外的敌对势力 在国内做宣传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重视跟讨论的 台湾确实是有一个相当高度的言论的自由 跟表达的自由 但是这样的自由 其实都应该建立在我们这个国家 可以正常永续的独立自主的存在下去 才有他的意义 所以你支持这个修法 我认为说这件事情大家去严肃的做一件讨论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有太多 他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 其实是在做侵蚀我们台湾的基础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坦白讲你今天如果是你在艺术自由的表达 比如说你在画漫画里面 你提到你介绍两国之间的风景什么等等 你提到这个五星期等等 我觉得这个这个制定当别论 但是如果你在大街小巷 你高级五星期 你说台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件事情是不是还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去做保护 我觉得这件事大家很严肃地去面对 因为在台湾 台湾台湾今天对我们最有敌意的是中国 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言论自由的保障 保障一个一直在歌颂欢迎 中国的逻辑 就是你来做我的儿子我就不会带你 而且你做我的儿子我就不要带你带 而且这些人这些人坦白讲 坦白讲就是说这些人 就说在这里高级五星期或高唱说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台湾是他一部分的这些人 他去中国坦白讲 他是没有办法讲其他言论 他不能去中国主张说习近平 你应该也宽宏大量一点 你应该好好地听台独的言论 台湾有很多 台湾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台湾很多主张自己是独立自民主自主的国家 不能讲 完全都是不能讲的 中国是完全不能取这样的声音的存在 反而是利用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 言论自由去做他能够一个宣传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相信这个立委的同仁 他提出这样的提案之后 当然我必须讲一下说立法委的提案不是今天提明 明天就过 在过程当中 我相信我有很多的讨论 不过我的立场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大家值得严肃去做面对跟讨论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来看看陈玉珍的逻辑 把它理清一点 他说是不是大陆地区直接把他视为敌国 现在欠缺这个上位法员 他说是不是干脆修法定义对岸就是敌国 只有敌国才规定不能插他自己唱他的歌 其他有国民党立委认为说 有侵犯言论自由的疑虑 钳制人民基本权力并没有帮助台湾的发展 所以我强行请教一下罗委员 针对民进党与部分立法委员提出拿着五星旗唱国唱着对岸的歌 这应该算是要违反国家安全法的 不是 我世界是这样 那个台湾之所以有那个民主自由 难能可贵 就大家可以表态 你也可以说我支持台独 你也可以支持统一 各有各的论述 可是真正对国家有没有危害 只要出这支嘴而已 假设只是出这支嘴 那你就要掐字他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是不大不大头当 那当然大家想说 那个很多那些艺人到中国大陆去 唱歌啊 唱那个什么 他们的国歌或唱的那个什么 其实坦白讲就为了钱嘛 就是大家只要把它想一想 跟很多台商 他把很多的技术偷到大陆去 弄到大陆去 就是为了钱嘛 所以你觉得该不该把对岸视为敌果 那当然对岸对我们是有侵略 那当然我们是 张玉珍 你说的是在唱读吗 尤其是他最近在我们的领海 领空 这样的骚扰我们 这样威胁我们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 当然大陆我们是全国是对大陆是非常非常讨厌 我们可以从民意来看嘛 民意是反对大陆的战 战比较多数嘛 那陈毅珍有时候讲话 我是真的 他对国民党没有帮助 比如说他讲说 什么蔡英文唱国歌 他就是变成国民党的党员 我先请教你 你觉得拿五星旗 这个说高喊我的祖国 你觉得是嘴巴讲讲无上大眼 你觉得不用 比如说有人说要消灭中华民国 拿着一个台湾国的国旗 说我要把中华民国消灭掉 那这样的言论会不会也是说 我要消灭中华民国 是叛国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 每个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像有人说我要来推翻中华民国 我要创立台湾国 那有没有威华 好来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 就对我们对等嘛 今天中国如果也可以同意台湾人 拿中华民国旗 在中国自由的挥舞 那我们就同意你 台湾人可以拿五星旗 就对等嘛 你可以我们就可以嘛 不能说不对等 我们现在在中国 如果拿中华民国旗 可能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但是洛远的意思就是说 你我如果拿五星旗 要被罚款的话 那那台独旗要不要被罚款 问题是台独 他是一个他的一个 今天他没有正式的实施 这个手段要推翻 他是一个理念的一个伸张 而中国今天是非但对准台湾 他是把他解放台湾 他拿一次起在那边 会怎样吗 那关系是不能拿这个来对比 一个只是一个概念理念 一个是中国已经着手 他在实施 他要武统 这两个人是不一样 所以当小粉红来呛赌的时候 你就说 那好我们中华民国 要在你们的土地上会晤 所以我们就比照办理 如果中国禁止 那我们也要禁止 我们也要禁止 你在台湾拿五星红旗 因为对等 那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我不需要说 他的动机很简单 他就是希望在中国红 他就是希望中国看到了 邀请他跟欧阳娜娜娜一样 上这个央视 他想一夕爆红 但是我必须要讲 他最好 他现在最好就是中国那边找他去 否则的话 他会进退两难 因为他在台湾 已经不可能有市场了 他在台湾 现在只要 我想一定骂神连连 他在台湾已经 等于是不可能走演艺圈了 因为他已经是 已经是被他公认了 他拿了五星红旗 他现在只能够去对岸了 只能 就像那个过河阻止 只能进步能退了 那就要看中国 要不要让他有这个舞台 那问题是 我问你 你舔够 你舔得过刘乐园吗 刘乐园比你舔的还厉害啊 因为刘乐园为什么没有上央视 黄安舔的还不够吗 那黄安为什么没有上央视 我说在共产党也很聪明 你也没有能力 你也没有能耐 人家是有这个政治的资产 所以我跟你讲 你那个拿五星空气 你去看看你家里 有没有可以让中国可以统战的 有没有那个价值 你以为你拿个五星空气 他找你去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太天真 那今天玩这个东西 真的我也觉得很悲哀 如果你以为 你以为你这样子 就可以在中国走红的话 你也太小看中国人民 他们对于这个演艺人员的看法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立法院的立法的层次 稍微低了一点 在全世界 我们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就是跟那些邪恶国家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美国已经宣布 中国就是他的首要敌人 就是敌国了 美国还是可以给你五星旗 但是有一个前提 有很多的价值和标准 是超越了政治之上 在整个欧洲多数的国家 那个万字旗是不能出来的 那个希特勒的首饰是不能出来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叫万恶之源 立法院要立法 不是因为说他是敌国 不要去界定 而是那个党是不是万恶之源 所以我们只要界定 他是万恶之源 我们就可以禁止 那禁止的原因是 我们已经超越了政治 我们立这个法 就跟德国立这个法 法国立这个法 完全有道理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就说假如说 那你认为 我们在这边立法的话 你说只要中国大陆 允许我们拿国旗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 允许拿五星旗 那这样我们不是 跟中国大陆一样吗 他们是不是万恶之源 不是啦 他是不是万恶之源 因为他本来 他就是很厄法 他在枪犯老师 他要跟中国一般计较 那美国就要跟中国一般计较 那美国难道 美国有进吗 美国有进吗 美国没有 我是觉得是这样 不是 中国没有进美国国旗 刚刚讲之后 这一批 这一批那个什么网红 还有欧阳娜娜娜 无讳 我刚刚开中讲 就是为了钱 就是他们就是以他们 我们个人的利益 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 那当他们到中国大陆去 两个字啦 悲哀 罗媛我觉得国家的政策 里面也不能放任说 因为有些人是为了钱 所以没有关系 就算他会侵蚀我们国家的认同 一点一滴的 为了钱 我觉得我有反对这样 国家政策不能去做这样思考 第二个 好 罗媛刚刚提到说 那有人如果在台湾 主当台独要消灭中华民国 为什么不去罚他 那为什么你拿五星旗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人要提议立法 要去罚他 好 我觉得这两个 不同的城市 好 等一下再听你讲 广告之后 我们再听这个留言 好好地讲一讲 马上回来